由立法院郭国文在立法院群衔楼召开了公听会 邀请了产官学界代表 针对金管会理定中的 管理虚拟资产平台及交易业务指导原则提出看法 金管会代表说明目前指导原则的自定方向 业者代表则呼吁应该制定专法 并且针对不同规模大小进行分级纳管 就做现货交易 可是坦白讲现货交易在交易利润上 我们紧收取手续费 这个是非常不弱的 未来要因應这么严格的成本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成本相对比较高 那是不是应该要针对业务分类做一些管制 例如像是存买卖的 然后是交易所撮合的 那如果他今天提供的只是单纯的钱包包管 学学方面建议指导原则一明确 辅导与监管机关更应该分立 辅导跟监管机制两个会建议 应该要把它分流分离 监管会全民叫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它本局上就是做金融监督管理 做监理人业角度 但是如果又要让监理人业单位 来附近辅导产业发展这个方向 那其实就会变成求援监裁判 由于近期检警侦办案件也发现 虚拟资产被许多不法分子作为犯罪工具使用 警政署代表呼吁除了虚拟货币交易所应纳管外 境外交易也该以并纳管 否则仅靠自律恐怕会出现漏洞 我们也曾经用刑事案件移送他 但是法院他们的认为是这样 这些虚拟的地方虽然账户落地 但是部分的院检认为 虚拟货币交易行为欠缺主观的前置犯例故意 所以很多案件都不起注 变成其实今天委员所召开这个问题 是回归到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犯罪的问题 那怎么样让国家的一些金融机制做处理 那其实我们警政署最后的建议是说 也是希望我们的监管制度能够法制化 最后郭国文针对会议讨论统整的五大结论 其中呼吁制定专法及设立金融科技局 也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共识 据了解经济部已经在今年8月预告新增虚拟通货商业 这自律规范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请不吝cak